这次技术面交易者当中就是有些技术面交易者说 我不需要去看基本面因为我所有的技术面 我不需要去看基本面我就看技术面的图形 行情涨我就去多它行情跌我就去控它它走出大阴线我就做 一些非常成型的交易者有些人也会持有这些观点 如果把这个观点去发挥到极致的话就会出现量化交易 就好多有些有些做量化交易的看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这样的 纯EA子做做自动化交易的时候 和算法交易其实就是对这种思路的体现了 就是多空消息都会反映在图表上 我看到这个大阴线了 比如说我们也在这里 这种讯号比如说上边有压力位 上面有压力位那这有反转在这个时候大型阴线开始加速 四小时图上如果加速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它具体加速那个时间是在星期时间 晚上12点半的时候开始往下加速 这个加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波动加大 速率加大形成的一波下行走势的行情 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看到的一组一组往下 所以他会说算法 他会说所有的多空消息都会反映在图表上 可但是这种思考觉得用在之前行 用在相对比较单纯的股票当中 或者说这种历史上这种消息和讯息比较闭塞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这句话就是 这一定理或者这一假设 股网停滞 什么叫股网停滞 股网停滞意思是你大概听一听就行了 就我个人的认为而言 你在目前去做交易的时候 再去学习金融交易的时候 你一定不可以说只在图表上去做交易 我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 听到好多这种交易的导师去 非常单纯的去说 我的交易是裸K交易 我的交易是纯技术面的交易 我个人我个人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 他做不了交易的全部 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顶级的这些交易的大师当中 很多都是对基本面有着非常强的理解 唯一觉得说在中间算法交易做做的非常棒的 西蒙斯 他是单纯做做算法交易的 那么他有他特别的独到之处 就是他在那个技术面分析已经进入到算法 在数学领域上和物理学领域上已经达到过 达到了一种非常高强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去利用一些统计学 利用一些算法和量化的交易去做到那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们一般层级上 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那种大师成绩 能够去做出某种成绩的时候 去单纯的说 我是使用K线分析和裸K分析进行交易的时候 我觉得他缺了点什么 缺了一些这些基本面上给你带来的 这些因素和影响力的因素 还有给你的这些交易当中的自信力和这种果断力 所谓的自信力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自信会压住更多的筹码 会在这个位置上拍下更多的筹码 所以我觉得在交易当中 这一个假设顾望停止 你当然可以认为他就是对的 当然可以说技术面分析是对的 但是他不是这种的全部 所以这是中间有特点的地方